ABA隊可能有些青人還不知道ABA隊是否跟在一起挑戰 或者是在哪個處理隊可以解釋 首先我要很感謝大專業的這班同學出來參加這個公投問題 最早在7月中人就提出這個構想 但其實今早之前我在2013年的時候反對23年的立法 我曾經在那裡連續兩三個議員呼籲民主派議員集體辭職 來癱瘓他23年的立法院 那個人都當我白癡 到後來就鼓動一些人上台示威 到2005年這個政改方案要出 即現在反應這個方案其實是一個月 那時候我還在商台一個星期做一半 我原本一個星期做五晚 後來就封咪了一段時間 我回到商台給我做一半 那時候我有改革時重提 要反對這個政改方案就是要總辭 那他們就當我犯口呼籲的 那第三次提總辭呢 就是2007年人大那個決定出來 那時候我已經成立了40年 我40年的創黨主席 我每個星期五都會去立法會參加這個泛民的法合會 那就代表請問你和他們的溝通有關 即是民主普選或者公共議題 那當時我又提出這個有前席的概念 那當時是我的人主派立法會議員 他說用問你不是立法會議員 你不知道前席牽涉到問題有多複雜 等你成立了議員才算 那你的說話就放在我的心腹裡 我就跟他們當有我 你不要讓我輸到一半法會 我一定靠制裁去到前席 即是很坦白 那個背景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這種手段呢 他背後有一個理念 辭職再選 然後針對一個單一的議題 將我決定決給你選擇的人 這個是民主政治來說是一種通例 亦是整個民主政治運作一個核心的價值之一 那個理由就是 你會出現一些多數暴力的嘛 選舉 我選了一個習政黨出來 做一做下一個出現一種暴力的嘛 你明白嗎 所以我不是要改選嗎 那它有定期的改選嘛 那其中的方式 一種方式就是有些中期的選舉 譬如你工黨 你不能不選 你民望這麼低 那就要選選 去解散議會 是吧 有些人很日本的精純解散議會 是吧 解散議會再選 解散議會再選 是吧 這個是一種方式 你講的方式就是針對一些特定的議題 他覺得他在議會裡不遵守到的 不公平的對待 或者在野黨反對黨的少數 你多數暴力通過的意外 你會覺得 其實人呢 為什麼我們只講言論自由 我們要捍衛少數人的言論自由 這樣才有 有一個以錯亦真的機會 不是多數人說的 一定是對的 那些少數人 你有一個機制 你保障它 是吧 你有機會以錯亦真 不是你連以錯亦真的機會都沒有 這是言論自由的真底 不是保障我們所有人 然後就是把握的少數 急避害的那些少數 就是 所以社民人為何要強調制約 符經義無反顧 對於underprivileged的人 我們要出多點力 那道理就在這裏 好了 另一種辭職再選的做法 就是在英國幾百年來 他民主政治實現的過程 甚至十八世紀開始 他都有很多次 是吧 我們今天派給你那份公投 我們也有提到一篇文章 黃毅寫的 黃毅是哈佛大學的法律博士 他當年和美國人組織了一家律師 他現在用一個唐美的角度 他舉了很多例子 這些文章是切六半的 他原整的版本八千多次 我們都放在上網 大家可以看看 這是一個很好的公民 我們今天在立法會 有一個權力及特權法案 譬如最近查的雷曼事件 或者梁子民事件 甚至要查金賴威 偷女不遜事件 全部都是權力及特權法案 保障的權力 你可以召開一個庭察委員會 然後任何人都要來作證 要不然他就觸犯刑事罪 還有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 被誹謗人 大罵人 是不受法的限制 所以你出了這個場面 我都知道毛宗不罵 罵特首無恥 叫他無恥 全部都不犯法 只有主席可以根據議事規則 裁決踢你出去 踢你出去 那一分鐘踢你出去 那一天的那個會議才可以 這已經是對立法會議員的極刑 OK 我們擲招數場之後 他們考慮修改這個極刑 凍結我們身水 又不讓我們槍直 又想這些 這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個權力及特權法案 這個概念就是 港英時代的立法局 港英時代的立法局 為什麼會有這個權力及特權法案 就是來自英國的國會 英國的國會為什麼會有這個特權法案 就是因為有他議員辭職再選 為什麼他辭職再選 因為他罵皇帝 不准罵皇帝 那麼他就掙承過辭職再選 告訴民眾 我罵不罵得皇帝 民眾投票差多少個 轉回去 可以罵得 OK 就是通過這個辭職再選 是吧 單一個議題 是吧 另外一個最有名的就是 宗教的儀式宣誓 這個又是通過一個辭職再選 打破的 你是教徒 你就按住一本聖經 我謹以辭職 以我上帝的旨意 那就是宣誓 是吧 因為英國是一個基督宗教的國家 OK 那時候甚至沒有宗教信仰的人 可以做議員 發展到後來又爭論到 究竟用舊約聖經來宣誓 現在又是新約聖經來宣誓 他又考慘了 到最後的歸竭 就是由那些人民 有選民去決定 又是辭職再選 我舉這些例子太多了 我們這次的做法 一樣 我們現在叫他做 defectural random 因為他不是一個真正公民投票 剛才周晴說了 理由是法律上 沒有一個公投法 即是說 你公投了之後 結果是沒有出力的 OK 譬如瑞士 他贊成同性婚姻 他的門下是一半人數支持這個公投 這個議題 就是過了 所以他過了 他五十幾個 他五十八個個巴仙 那就過了 這些是很有爭論性的 是不是 墮胎 合法化 同性婚姻 又或者是安樂死 全部都可以用來做公投 主權的議題 可以用來做公投 那些灰不合 要脫離加拿大道 公投 沒有一次成功 OK 台灣 你現在就怕他們公投法 搞公投獨立 他們連公投入聯合國都過不了 是不是 人民決定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這個是 那我這個是什麼 沒有公投法 那你怎麼忍他呢 我這個投資很簡單 每個區每一個人辭職 現在香港選舉 這個五大區 多議席單強制 比例改革制裁 最大壓法 為你分職位 現在每一個人辭職 一個人 就變成職臭職 單議席 單議席 我無論你幾多人去選 只有一個人去選 只有一個人去選 對吧 那我總共這個議題 當時我們的想法 這個做法就是 我每個區為一個人 簽證去選 那是否各個區去選 那到時候全香港三百多萬選 就可以去投票 那還不是公民投票 那我們講的大陸議題 爭取2021年雙普選 廢除功能組別 就是一個空間欄 如果你是我對手 你跟建立公園會來選 你當然反對 你不只是搶我位 到時候你就說 你不斷放回公黨 那你自己就參選 那你搶我位 搶我位 搶我位 就有個對決 有個對決 那就可以就那個公投議題 就是定勝負 現在最迷就沒有對決 所以大專2021年的出現就是 我不要給這個 變相公投是沒有對決 或者沒有主舉的進行 當初公民黨是反對的 他們說是不治而勝 神經病 不治而勝 其他的好選就是 怕了你不夠你選 我不選 那你自己就算了 那我們現在立法會 都要有十四個零票 零票很坏的 零票很坏的